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金银书 韩国电视剧的半边天 他的作品几乎都是火爆出圈的 早前的秘密花园 市政厅 绅士的品格 近几年的孤独又灿烂的神鬼怪 太阳的后裔 国王永远的君主 天啊 不说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喜欢韩剧的90后应该被他的作品包围了 他的作品都太火爆了 可以看出这个编剧的实力 难道这个编剧就没有懈怠期吗 为啥一直火 不过这也可以保证黑暗荣耀这部剧的品质 期待值拉满了 所以这部剧为波鲜火 制作方的一切动态都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首先 第一版台报传递出作品的精致感 都让人感受到了作品的诚意 宋慧桥与李道县的宣传视频的释放 也被大家关注 宋慧桥的苹果机也上了热搜 但是不得不说 这个视频的滤镜把帅哥美女都拍得十分奇怪 不过在预告中还是很好的 那这部剧究竟讲的是什么故事呢 从第一版预告中就可以看出 这是从宋慧桥饰演的文老师的自白视角出发 看到了他在中学时期遭受的非人待遇的校园暴力 而出场的人物是他长大后选择复仇的现代的样子 他真正想做的究竟是什么 从这里可以看出 这一部围绕着因暴力而灵魂破碎的一个女人 用一生精心准备的凄惨复仇和陷入漩涡中的故事 复仇对象一便是朴志妍饰演的角色 从预告中看出 他斜嘴一笑的表情 就可以看出他的角色不简单 其实他在结婚对象面前 是一个眼嘴笑的可爱女人 但是背后却是一个欺负别人的施暴者 朴志妍真的性感又漂亮 神经中毒作品真的很好 此次首次挑战反面角色 从预告上来看还是很有看点的 被拍照的人便是复仇对象 朴志妍饰演的角色的老公 由郑成日主演 他是文老师计划中很重要的一环 文老师究竟会如何运用这个角色复仇呢 很让人期待 而作为男主角却没有出场 但是李道现在采访中说 两个人相遇的场景特别让人期待 因为男主角的人物设定是未公开的 所以可能到目前为止还有他的物料 不过这两个人肯定是没有感情戏的 这个男主的角色仅仅是剪上天花 像是一道光 当然还有其他角色 但是本次预告中 着重介绍的就是这几位 期待以后的精彩预告 这使力雄厚的制作团队 与演技十足的演员 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让我们12月30号拭目以待吧